帅气勇敢 并且非常有担当的谁呢 尖叫声 帅气的DJ 接下来让我们用尖叫声 欢迎直尊秀全球品牌代言人谁 王一博 欢迎一博 来一博我们到中间来 一博是不是非常帅 OK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2021直尊秀 Hello Katie圣诞新品牌队 我是主持人郭涛 欢迎各位 接下来就让全场最酷的开 王一博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喂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一博 好久不见 对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见面 没想到距离这么近 是以派对的方式出现 开心吗 开心 OK 当然今天的一博 是作为我们的直尊秀全球品牌代言人 也是我们今天party的主理人 跟大家在这里要分享 全新的潮流的感觉 其实要说到了直尊秀 也是老朋友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三年了 三年了 每年的十月份好像我们都有一个约定 去年也是十月份 对 你们去年在现场吗 今年也在 明年还想在对不对 OK 好了 当然说到这一次呢 我们的直尊秀是跟大家非常熟悉的 Hello Katie一起强强联合 我觉得就是把潮流跟可爱跟萌结合在一起 这些在一博身上是不是也都有 当然今天一博要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在我们今天的派对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时尚的碰撞 今天请到一博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因为最近有一个你的关键词叫做舞台好严谨 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来到这个舞台 感觉怎么样 我 啊 什么词 哎 哎 你舞台很严谨 那个茶杯 就是因为你的逻辑 让大家看明白 哦是这样一个舞蹈 所以舞台好严谨 说的你就是思路非常清晰 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感觉如何 今天这个氛围真的就是 很很high的很party的感觉 因为真的距离很近 距离很近 我之前没有这么近过 是不是 OK 当然今天的party也是让大家放松 也是给一博一个放松的机会 因为连周转很辛苦 当然今天我们希望让一博跟大家 一起用沉浸式的方式 分享一下来自植村秀 跟Hello Kitty带给大家的时尚派对 当然说到了沉浸式这个词很流行 对于我们的植村秀来说 每一次的party和我们的发布会也好 都有非常厉害的艺术彩妆秀 刚刚在开场的时候 我看到好多人拿相机在拍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震撼 对吧 那接下来要问一下一博 你觉得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种 不一样的形态 而且刚才是有看到四个女孩子的 乐队的方式 一起来完成一次音乐 跟彩妆艺术的结合感觉如何 我觉得这次结合很有力量 让可爱跟这个潮流结合在一起 这个碰撞就特别的新鲜 新鲜 又有可爱又有力量的感觉 很酷 很酷对不对 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就是直村秀每一次在突破创新 突破新的感觉 让大家把潮流跟更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我相信今天在帕尔队当中 一博会大家会分享更多有意思的环节 其实说到了一博 刚刚我们也说了 这是跟直村秀的第三年的合作了 在我们的现场其实开场的时候 一直在滚动播出的这一次的一博跟直村秀 新拍的一个合作的广告片 也是化身应该叫做皮革DJ KUGAI 然后呢跟Hello Kitty一起发出了邀请 各位来到了现场 有看吗你们 还没有来得及看 回去看微博上面都有 非常的帅气 当然要说到的是 这一次跟Hello Kitty的合作 也是直村秀的一个新的尝试 你看到这一次合作的新品 第一感觉是什么 就是没想到 就是碰撞出来的结果是可以这样的 很新鲜很酷 很新鲜很酷 很潮流 很潮流 因为大家印象当中的Hello Kitty 是那种可爱的形状 可爱的萌的 对 但是没想到结果出来是一个 另一种方式 很有力量感的 对 就像一博说的一样 好像Hello Kitty会打DJ 是不是 他跟你一样化身DJ邀请大家 当然要说到了Hello Kitty 大家想到的好像都是很多少女感 很萌很喜欢 然后呢这一次我们也是用 不一样的方式把潮流 就像一博说的一样 潮流跟萌系精神 和匠人精神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感受一次不一样的 2021的圣诞派对 其实要说到了这一次 我们推出的很多的新的单品 我相信各位 稍后可以在我们体验区 好好去了解一下 都非常的值得入手和种草 因为要跟大家介绍 其实我们背后也能看到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跟大家分享到的 来自十孙秀 Hello Kitty 2021 圣诞的限量的party的单品 当然要说到这里面呢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有很多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眼影啊 唇膏啊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结眼油 以及眉笔 最重要的是 Hello Kitty它不光萌 还换上了非常rock的装束 这就是一博说的一次碰撞的结合 你觉得是不是也非常的新奇 看到这样的一种尝试 对 非常的新奇 非常新奇 说到了新奇 今天呢 我们有派对的方式出现 呃 其实在派对当中 你知道一个女孩子 什么地方应该是最发光的吗 诶 她们都知道 眼睛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通过眼睛能看到 你们的眼睛里反射的都是王一博 哈哈 哈哈 啊 不是吗 这摇手什么意思 难 难 哎 好了 相信眼睛应该是在派对当中 大家最应该让自己发光的地方 因为吸睛就要看到你的眼睛 其实要说到了眼睛呢 这一次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单品 就是我们的眼影盘 这次眼影盘要好好的介绍一下 这一次呢我们推出的 是叫做电光派对眼影盘 也是为大家亚洲负资的女生 专门来研发的一款眼影盘 最重要的是 这个十色彩蛋眼影盘 十色的眼影盘还有个小小的彩蛋 你觉得中间这个除了像个眼影盘 它还像个什么 像一个小包 像个手包是不是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彩蛋 十色眼影盘它不光可以让你搭 搭配出一个电光party的眼影 最重要的是在party当中 它还可以变成一个 应该叫做补装力气 像手包一样拿着 是不是也非常的新奇 对 又好看然后又实用 又好看又实用 又好看又实用 还能在party当中成为一个 让自己亮眼的一个点睛之饼 OK 这些单饼稍后各位 都可以跟大家 在我们的现场去了解一下 接下来要说到的是 最近的一博 真是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王炸 对不对 上周六看了吗 先我找到这些 五连圣 太厉害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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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觉地开始微笑 五连圣 但是最后没有拿到 哎呀 你这后面就不提了吗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知道 黄猴怎么那么好吃呀 还有吧 OK 好好好 当然要说到的是 真的都看 当然要看 你的节目我能不看吗 谢谢 你们也都看了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街舞 一定是在我们的 应该是给街舞做了非常多 应该叫做推动作用的一个节目 当然热爱 有热情的人 应该都要去关注这个节目 而且今年这个节目 我觉得是高手云集 比如说之前的 我们的冠军都回来了 耶音老师 还有布布卡卡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Aki-san 对吧 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高手 我个人觉得 这一次的节目当中 很多的女孩子相当厉害 比如说 你们有知道谁 Buki对不对 Momo还有谁 Cece 还有谁 还有你 OK好 接下来 一波我跟你讲 有意思了 既然是个派对 当然少不了会跳舞的女孩子 就是 对